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I speak 那晚上向持龙刚还有线上的大家来问个晚安 Greetings to those who are in church and online 我想下来会跟大家讲一些一系列灵修与做工的道理 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举办了这些所谓的灵修会 有给教会的领导者 也有给我们的长职 我们也刚刚从沙巴回来的传道者进修会 这些灵修的目的要让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事实上要借着什么来让我们灵修合乎主用呢 以弗所书的五章 Ephesians chapter 5 26 以弗所书五章26节保罗说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第27节说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以弗所书有一个很强烈的观念 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一个荣耀的教会 它就必须要借着神的道能够把它洗净 水我们知道是洗礼 已经把我们过去的罪洗净了 可是我们人在罪性里面 我们在肉体的软弱当中 我们必须要靠神的话不断地来洁净我们 那这样我们就会毫无玷污 而且是圣洁没有瑕疵 当然保罗在讲的是一间教会 一个整个教会 不是讲一个个人的事情而已 所以在以弗所书的四章 我们来看第四章 十一节里面保罗又提到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人和教师 十二节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这里 然后十三节又讲 只等到我们众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我们看到保罗在谈到教会里面 必定有不同的人来担任不同的工作 那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要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但是这些人呢 必须追求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而且他们要能够真的认识神的儿子 然后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所以当我们谈灵修的时候 我们也是谈说 我们要追求像主耶稣一样 所以基督的身量 我们也知道 祂也是从一个小孩子慢慢长大 然后不断地学习成长 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的童年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二章 第五十一 五十二节 他就从他们下去回到纳瑟勒 并且顺从他们 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五十二节 耶稣的智慧和圣量 并神和人喜爱 祂的心都一起增长 主耶稣从小就开始学习神的话 但是学习神的话固然很重要 当时我们也知道 祂离开了祂的父母 在神的家店里面 于是祂的父母回来寻找祂 所以五十二节说 当他们来寻找祂 要祂回去的时候 耶稣就顺从他们 可见学习道理固然是很重要 可是学习灵修也不可忽略 那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 都需要借着神的话 把生命之道给表现出来 保罗虽然谈到了 各境其实在教会里面 但是他不只是在谈一个行政组织而已 教会的人固然 固然我们也要各境其职 来建立教会 但是也是要借着主的道 一起成长 那每一个联手于 这个身体的教会的元首里面的 我们一方面靠着神的道 来建立自己 一方面就彼此帮助 使到不管是个人的 还是教会的 这里面的领袖会渐渐地增长 这样才能够合而回 许多教会 虽然他们的人数不断地增长 他们的道理知识也很丰富 但是一旦谈到灵修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他有许多的不足 因此你看到一个教会 他在开会的时候 还是一间教会里面的 同您彼此相处的情谊的时候 就会有摩擦 会有人事和不和谐的事发生 这都是因为在灵修上缺乏了追求 所以保罗为什么 在强调行政的同时 他并没有忽略了 合一的重要性 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一件很好的例子 你看到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里面 保罗就谈到他们组织行政的问题 然后他们也有恩赐 是一间非常有恩赐的教会 但是他们的问题也非常地多 所以进到十三章的时候 保罗就谈到他们说 一切的恩赐都会过去 唯有爱永远长存 一切的恩赐都会过去 然而爱心却是永远长存的 这就是 他谈爱的时候 就是谈到灵修的问题 这样教导他们如何在教会里面 彼此同心来建立神的教会 教会里面不可有相争 纷争 基督 所以从恩赐 到知识 还要来实行同心合一 而且一起追求成长 才是长大满有基督圣量的一间教会 所以我们看见 哥林教教会 他们很注重恩赐 跟知识 但是他们也热心参与教会的事工 但是呢 十四章里面 保罗却告诉他们 十四章的二十节里面 保罗说 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 然而在恶智上要做婴孩 在心智上总是要做大人 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他们呢 因为他们开始 有恩赐 就不是彼此来帮助 而是彼此来争相 显露自己的恩赐 来显明自己 比别人更厉害 这样当然就是活不出基督的身量 因为他们对圣公 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所以造成了教会许许多多的混乱 写在这些书信里面 就是教导我们今天 作为基督徒的 要怎么样来谨慎自己 我在传道者静修会的导导会 跟同工们分享了 四种不同的基督徒 第一种基督徒是最不好的 他们不做主公也不灵修 第二种基督徒也不好 他们只做主公 但是他们不灵修 第三种基督徒也不行 他们只做灵修 但不做工 但是第四种基督徒 才是最好的 他们一方面注重灵修 一方面也热心主公 做主公与灵修 是不可分割的 这样才会做得正确 当然它是以神的话为基础 所以做起来就会有真理 也有爱心 就不会缺乏智慧 还是说不成熟 那我们从圣经来探讨 这四个例子里面 作为我们的一个教训 马太福音的25章 马太福音25章25到28节 可以读一下 慢一下 不用这么急 我们知道主耶稣讲的 这个仆人的比喻 有一些才干五千 有一些两千 有一些一千 我们注重在这最后一个一千的 虽然他领受的只是最少一千 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领受 可是当主人回来要他交账的时候 他竟然什么都不做 但是只做了一件事 什么都是说 他只赞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25节讲 把那个一千的云子 埋藏在地里面 没有赚钱呢 你看25节还叫主人看 你看 在这里 一千在这里 所以主人就责备他说 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而且24节他还怪主人 他说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善的地方 他要去念 也就是说 他不做工 还怪主人 可见他平时根本就没有领袖 我们只以为说灵修 是对别人之间的灵修 所以我们只认为 灵修是对别人之间的灵修 但是其实灵修对神更重要 但其实灵修对神更重要 他竟然是怪主人 灵修最可怕的就是 你还会怪神 可见你是完全没有灵修 才会这样怪主人 而且埋怨主人严厉 他不但灵性不好 工作也懒惰 根本没有做 而且他里有很多 但是从来没有看到 自己所说的 所做的这些事 都是不合理的 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有时候教会里 也有一些基督徒 常常来教会聚会听道理 但是从来不参与任何的施工 这还不要紧 说话形式 跟那些外面不信耶稣的人 没有什么分别 甚至比他们还糟糕 因此神的名就因为他们被不信的人来亵渡 这些事在当时的神的百姓也发生 罗马书的二章 罗马书的二章的二十四节 罗马书的二章二十四节说 罗马书讲旧约的圣经 也记载了这些神的百姓 因为他们的表现不好 所以神的名就受到了外邦的亵渎 你看到二十节里面开始 他讲说你们犹太人本来是 做这些不认识神的人的师父 他们是小孩子的先生 他们有律法的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可是他们教导别人 不能够教导自己 他们竟然有人去偷窃 行邪恶淫乱的事 还偷庙中的偶像 还干犯律法 所以这些神的百姓 其实他们不但不灵修 反而是做了恶事 有一个这样的见证 有一个基督徒信很久的 后来有一个刚受洗的 他竟然带他去嫖妓你 你很相信吗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 这样的基督徒必然是 神所弃绝的一个基督徒 甚至不能称为基督徒 不但是又懒又恶 是一个又害人的基督徒 不灵修不做工已经是很不好了 更可怕的还会去害人 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 第二种基督徒 他们只做工 他们只做工 但是忽略了灵修 我们来看圣经的例子 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马达伺候的士多心里忙乱 就进前来说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41节 耶稣回答说 玛达玛达 你为许多的是思虑 烦恼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 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这个故事是我们熟悉的 主耶稣强调了一件事情 就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 这是两姐妹里面 这个玛达在接待耶稣来到的时候 就忙乱的要准备很多事情 可是她的另外一个姐妹妹子 玛利亚在注重听神的话 到耶稣的道理 因此 这个玛达就看不下去 她心里就浮躁了 她就开始抱怨玛利亚 没有帮助她 其实主耶稣在这里 却告诉了玛达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听道是一个上好的福分 要约先优先 明白真理才会成熟长大 你只做工不听道理灵修 是不完全的 虽然你努力做 但是常常做得不开心 有什么满口怨言 啊 怪这个 怪那个 因为忽略了听道 领修的重要性 有一次我在国外 他们开会就请我进去 经过开会里面 彼此责问 彼此的过错 其实两边 他们都是为神的工作来热心 但是却因为 彼此的灵修不足 是互相的攻击 而不是彼此的相爱 开会不只是在开会 说彼此指责 私底下带我出去的时候 各自就跟我说彼此的不适 我们人有一个很大的软弱 人最大的软弱 就是讨论别人的软弱 但是讨论人无可厚非 谁不会呢 但是人却很少检讨自己的软弱 因为人事的问题在教会 必然会有 但是谈论的心态很重要 但是谈论的心态很重要 所以有一件三件最难的事情 有三件最难的事情 一个就是认识自己的软弱 最难的 一个就是认识自己的软弱 但是这比遇到重心的人 更难 所以第一件难事 认识自己的软弱 真的不容易 第二件事 就是不说别人的闲话 很难 最难 我们看十章的第九节 真言书 这里告诉我们说 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 我脱尽了我的罪呢 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说 看到自己眼中的良目 才可以去掉人家的刺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别人的问题大 但是忽略了自己的问题 更大 所以我们在读十八章的第八节 真言很多这方面的教训 所以我们在读十八章的第八节 所以我们人都喜欢把话传了 好像美食这样 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讲 一直讲 但是真言书不断提醒我们要谨慎 再看十七章的二十节 心存邪弼的 寻不着好处 使得弄是非的 陷在祸患中 所以他警告我们 我们的心态很重要 如果你的心是存邪癖不好的意念 那我们的蛇弄是非 就会陷在祸患当中 结果害的是我们自己 这很像我们华人常讲的一句话 他说来说是非者 就是是非人 他的意思是说 一个爱搬弄是非的人 本身就是制造是非的人 当然基督徒不可搬弄是非 制造彼此的憎恨 而且散播不确实的信息 那有时候也不是故意的哦 因为有时候你的心 因为我们急于说话 急于判断 所以就会让这些 谐言解语去传送出去 甚至在弃对方 或者不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说出了不正确的指控 甚至成了一种假见证 这是神不所不喜悦的哦 甚至有时候因为我们的灵修不足 会使别人跌倒的 所以路加福音17章 耶稣警告我们 路加福音17章的1到2节里面 耶稣这样讲 耶稣又对门徒说 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2节 就是把摩石删在这人的颈像上 丢在海里 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 你们要谨慎 所以有时候 耶稣说 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是出于故意 但是我们的灵修不好 不谨慎 还是太急躁的话 说的话太直白还是什么 会让别人跌倒 接触警告 我们不如把石头摔在颈像 丢在海里 圣经里面说 渐渐地增长 长大 有些人的灵性慢 有些人的灵性快 我们要彼此的包容 学互相的来 体勉 所以做工要灵修 才不会使人跌倒 我们认为动机好 但是却做错了 还是不美善 所以第三种基督徒 是什么基督徒呢 基撒罗尼迦后书 基撒罗尼加后书的第三章 基撒罗尼加后书的第三章 我们看第10到11节 基撒罗尼加后书的三章 10到11节 基撒罗尼加后书的三章 这里说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示范 11节 因为我听说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 而行什么工都不做 反道管这个闲事 那这些人呢 因为听说主要来了 他们就什么工都不做 好了我洗礼了 我就临修自己就好了 准备主耶稣来接我 可是这是表面的说辞 因为保罗指出他们 他们是不遵守规矩的 他们认为说 既然主要来了 那我还做什么呢 我就好好的灵修自己 别人去做就好了 这种人不肯做工 专占弟兄的便宜 所以保罗说你要远离他 不如不要跟他交往 让他自觉地羞愧 14节讲 有一些基督徒呢 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 想到做圣工 他会计算工作 计算利益 这个我做很辛苦 别人做就不辛苦 这个做我很难 别人做就一点都不难 因为是受到 世俗的影响 在世人开看 但这样的人是一个聪明无比的人 但是在神的眼中 这是一种灵修不足 自欺欺人的人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不会忽略灵修 也不会找理由 不做工 推作 推伪工作 如果他像世人一样 因为世人就是这样 我少做一点 我不吃亏 我为什么这样笨 要做这么多 让那个笨的人去做就好了 他忘记了 在神的眼中看 他是不可取的 而且神是公义的 他会照人的行为 来报应人的 当然如果你被吃亏了 你其实也不需要太在意 因为神知道人内在的心态 和是否是真实还是假冒的 那些自以为有小聪明得到利益的 也不要太得意 因为神会追讨人的那种自私和占人便宜的罪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用灵修来做一个假号 而推伪工作 什么都不做 那祭司总基督徒当然是我们要追求做的 就是保罗这个榜样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厚书里面 谈到保罗他为主做的功 所受的苦 我们看着 哥林多前厚书的十一章 哥林多厚书的十一章 从前面这里 保罗就谈到他为耶稣 二十三节开始 他说 我为耶稣多受劳苦 甚至下监狱被打鞭 从二十三到二十八节 你看到那些苦 今天甚至我们做全职的传道人 没有一个能够像他这样 受这么多苦 因为老是一个很冲的人 我们这样说 很有那种动力 一直要为主做做功的人 那这方面他真的是 我们读他写的书信 看他所做的事情 我们都会自愧不如 他不只是在做功 你看二十八节 他怎么说 除了这些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二十九节说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所以他对外自己的肉体 对内自己的内心 他都是尽心尽力的爱神 为神的教会来劳力 保罗又做功又灵修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 他怎么说呢 1 Corinthians chapter 9 verse 27 他说 我是功课几身 教身扶我 他说 他说 他承担他的身体 和带他进入书信 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被拒绝 所以他很留意自己的身体 也写了很多 勉励我们的书信 对不对 他告诉迪摩太 你要谨慎自己 和自己的教训 这样的灵修跟做功 就是我们要效法的 他是我们的好榜样 但是对神来说 这还是不够的 我们就很惊讶 保罗这么做功 又这么灵修 怎么还不够呢 因为我们都是人 人就会有软弱 所以保罗也讲 我三次求神 把这根刺拿走 一个这么努力 灵修 有什么努力 做成功的人 这么努力做成功的人 神还要给他一根刺 因为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根刺 他自己就解释了 免得我至高至大 所以神还要加一根刺 来帮助他灵修 当然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不是每个人 有一根刺 那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思考 神为什么要给他这根刺 就要不但能够灵修自己 凡事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去做 其实灵修的最高境界 不是效法保罗 是效法基督耶稣 主耶稣做圣工之前 清晨起来就祷告 为什么要祷告呢 第一个 他寻求神的心意 第二个 他要靠住自己 不要被自己的肉体 来体贴自己的肉体 这才是我们 要效法的最高榜样 我们做工有灵修 但是我们却不靠神 其实有时候 我们就会自满 我们已经觉得 我们很好了 其实一个基督徒 他一生要寻求神的帮助 结论 灵修跟做工一样重要 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 两者的重要性 我们更要有一颗 谦卑靠神的心 一方面努力灵修自己 一方面在教会里面 彼此相爱 互相扶持 这样我们灵修一做工 就符合神的心意 又得人的喜悦了 我们就会像主耶稣一样 圣量智慧 一天一天的长大 蒙人神都喜悦了 我们会让神喜悦 我们也会让人看到我们 这个喜欢不是讨好人 最后我们来唱诗 两百二十四首